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設計就是解決人們的問題 讓人們更加便利 設計就是把A加B等於C 例如把水爐加鉛筆盒 可以一次裝水也可以拿錢 設計就是從不同角度看時間 例如說把塑膠製品變藝術品 現在的設計就是把東西變得更環保 例如現在大家有些超商都不用塑膠吸管 都改成用紙吸管 你在做什麼 我們在討論生活中的問題 是什麼問題?有哪些? 有空氣汙染 或是空氣汙染 雅馬城市和無可人機造成全牛軟化 然後在台灣 還有在台灣 都有人隨意在路上抽煙造成汙染 還有呢? 還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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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請問你選擇了什麼樣的問題呢? 呃 我們選擇了 大家生活中大量使用塑膠製品的問題 我們選擇差很沒 因為我們要解決它 在這裡 你選擇的 甚麼哈哈 你選擇的 呢? 這個 你選擇了嗎? 你選擇的 你選擇的 我選擇 真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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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